最近有一个客户在电脑上全是广告 因为他估计是从网上下载啥东西 安装什么软件的时候捆绑上去 反映这个东西卸载以后一重启的话 他还会自己再安上去 哎呀 现在进这个控制面板里边 把这些没用的这些垃圾软件重新卸载 卸载完以后 还得用那个360安全 360安全位置进行彻底的一次清理 因为光手动清是清不干净 还得用360反复来清个好几遍 直到把它彻底扫描 直到扫描的彻底扫描不着这些垃圾文件以后 才算是把这些垃圾程序彻底删除了 反正这个过程非常的繁俗 非常的长 大家就这儿先慢慢一点一点看吧 这个好多程序 因为这里边捆麻了太好多没用的软件 这一个一个一个写耗时太长 写完以后的话 用这个360再重新写一遍 还得最好是添加到黑铃带 然后最好是重启把机子重启完以后 把电脑重新启动完以后 然后再重新扫描几遍 杀杀杀下毒 优化一下 整体过程就是这样吧 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 中文字幕提高 杨洋 同时你需要重新写一等 收割了 我会做上了 这会有什么非课 我会做过 本末本一回 那边 你说 我会做事 众 我当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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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